这蟑螂居然长得何人一样 肌肉健硕高大威猛 面前的两人都看懵了 这你压的什么玩意 当初说好来火星消灭蟑螂 就能拿到一百万 但也没和咱说过 这蟑螂能这么大志啊 腾哥尴尬一笑 和嘎杂打起招呼 却不料 对方不仅没理会 甚至一个瞬意过去 就扭断了他女友的脖子 由此看来 做人还是要有礼貌 不然啊 就会是这个下场 腾哥都傻眼了 抱着女友的尸体 就冲着嘎杂破口大骂 可人家表情一脸淡定 转过身去 搜的一个瞬间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仅是他们这边 另一边的队友 也遇到了嘎杂帮 同行的副舰长 都被嘎杂残忍杀害 随即腾哥安置好 女友的尸体后 便带着队友找到舰长 问清这次行动的事件真相 原来早在五百年前 科学家为了解决人口问题 便将苔藓和蟑螂 投放到火星 打算改善那里的环境 以便之后移民火星 先消灭他们 而参与这项行动的传员们 各个都是社会的底层人士 杀人犯 偷渡者 黑客 帮派老大 说他们是最佳人选都不为国 反正行动中死了 也算为社会做出贡献 而他们之所以会来参加 都是为了钱 只要顺利完成任务 每人就能拿到一百万 眼见大伙现在如此慌张 当初招募他们的幕后老板 通过全息投影告诉几人 在他们参与行动时 每人都做了一个小手术 现在 他们体内都被分别植入了 不同类型的昆虫基因 只要注射一针活性剂 就会激发体内的昆虫超能力 可还没来得及过多思考 飞船外就来了只嘎杂 眼见对方步步逼近 头巾男率先出击 他给自己注射一针 身体就瞬间变异 手掌变成利爪 头发长出处须 他融合了三颈四步行虫的基因 能从体内喷出猎咽 只见他右手一抬 掌心就长出炮管 像钢铁侠一样 一道猎咽激光就奔涌而出 然而他怎么加大威力 面前的嘎杂都毫发无损 对方缓缓走上前 右手一挥 头巾男直接挂踩 船上的队友都看懵了 头顶却传来一响 乖倒 那只嘎杂居然趴在窗上 不停用头撞击着玻璃 巴唧一下 他就成功破窗而入 随即 舰长立马注射活性剂 变成了子弹椅 他只需一拳抡去 眼前的嘎杂就直接爆僵 然而危机还未结束 此时飞船四周 已经被数万只嘎杂大军包围 再不逃走 就要葬身火星了 可麻烦的是 飞船的起飞系统故障了 现在他们要想逃离火星 就必须找到数公里外的飞船一号 那是十年前第一次探索火星石流下的 为此 几人两两分组 一组留在船上抵御嘎杂 一组则开装甲车前去寻找飞船一号 这男人脸蛋仗座一团 嘴巴长出喷射器 一个吸气充能 腮帮子就瞬间肿胀 喷出了熊熊烈焰 嗖的一下 就趴在装甲车上 一手氮气加速 疯狂撞开周边的蟑螂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面前却掀起惊涛骇浪 那不是水 而是由蟑螂组成的张潮 男人加大喷射威力 从一排排蟑螂群中冲了出去 可这一波下来 他的能源即将耗尽 眼看面前再次掀起第二波张潮 车里的两位女队友挺身而出 他们注射进活性剂 就分别变身甲壳虫 两人站在男人面前 树立起一座兼顾后盾 抵挡一只只蟑螂的冲撞 然而这一波 装甲车却翻了 三人被甩飞在地 而嘎杂们也随之登场 他们一个巴掌 一记彩击 两个女队员就集体泄彩 男人忍无可忍 冲过去就想报仇 哪只嘎杂轻轻按住他脑袋 就往上一抛 直接一棍 旁边倒地的装甲车 也紧急开启自动驾驶 带着车上昏迷的队员 往目标的出发 等到战后 苏醒的几人找到了飞船一号 可奇怪的是 这里的起飞系统也出了故障 哪只外头传来枪响 同行的两个队员 已被嘎杂偷袭 更离谱的是 这群超进化嘎杂 居然聪明到连枪都会用了 剩下三人立马变身 腾哥化作巨毒蜂 双拳冒出毒刺 一拳两掌的就把嘎杂毒麻 而至久变身沙漠飞黄 拥有超强飞登力 副舰长则是虚空螳螂 双手化作两把大刀 嘎杂压根不是三人对手 一眨眼功夫 就给他们通通消灭 谁知老板派来无人机 表示三人的战斗数据 自己已经收集完毕 现在飞船二号上的两个内鬼 也已经将舰长灭口 只要两人将偷来的蟑螂卵带回地球 老板的计划就大功告成 原来 消灭蟑螂不是真正目的 而是带回蟑螂卵 分析他们变异的基因 这样一来 不就拥有源源不尽的嘎杂大军了吗 那么还活着的三人 就好好待在火星自求多福吧 可一般反派能如此顺利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是要出点意外的了 巨大的蟑螂弹正在分裂孵化 下一秒 两只巨型嘎杂人 就随之诞生 面前的女人健壮 立马变身扁头泥风 手上的毒刺网梁打出去 打算控制他们思想 却不料 他们已经得到进化 对于这些伎俩 都完全免疫 紧接着 嘎杂一个穿心拳 女人就直接便当 连旁边的男人 也没能逃过嘎杂的魔爪 而此时飞船二号 已经发射升空 只见俩嘎杂大声吼叫 地面的嘎杂大军 就纷纷长出翅膀 搜的一下就飞到船上 将飞船硬生生地拖下来 飞船陨落着地后 还存活的三位船员 也决定和眼前的嘎杂大军 殊死一搏 他们立即注射活性剂 开始变身 像玩歌草游戏一样 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嘎杂小弟 而刚刚孵化出的俩嘎杂人 因为基因得到进化 三人根本不是他们对手 现在 他们不能叫做嘎杂 要叫张老王了 变身螳螂的副剑掌不服气 一个大刀下去 却被张老王空手揭白刃 扯下他的螳螂臂 就直接送他上天 志九眼急了 他将活性剂注射一针又一针 将体内的力量无限扩大 连翅膀都长了出来 只见他一个飞灯 其中一只张老王 就被他瞬间秒杀 可由于活性剂注射过量 志九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 猛的就倒在地上 但还剩下一只张老王 变身剧毒风的腾哥 使出全身力气往对方刺去 却给啪啪两下 他坚韧的毒刺就这么给掰断了 而失去了毒刺 腾哥就等于失去了能力 往张老王脸上挥去拳头 就像棉花拳一样软 只见他被踹飞在地 眼见自己就要葬身于此时 天空却传来一响 张老王抬头一看 腾哥死去的女友 居然化作蝴蝶 在空中大面积散发着鳞粉 只要一点燃 就会引发猛烈爆炸 腾哥健壮 立马张开翅膀飞上天 想带对方逃离火星 结果飞到半途 嘎杂就往他开火射击 轰得一声巨响 地面就瞬间成了一片火海 但志九知道 对方女友其实已经死去 为了救下腾哥 他用尽全身力气 带着对方飞上云霄 而其女友 就这么地陨落在火海之中 最后 嘎杂大军集体覆灭 腾哥也恢复了人类之身 可注射火星剂过多的志九 却永远地成为沙漠飞黄 再也便不回去了 对方奄奄一息 让腾哥好好活着回到地球 说吧 志九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就此 腾哥回到飞船 带着全员的希望 往地球前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火星一种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